本土疫情逐漸回稳 现在外界预测了 7月26号应该能够顺利的来解封 不少民众开始来计划解封之后 要去的地方 只不现在有医生分享了一份 染疫风险的评分图 要提醒大家 很多地方其实还是染疫高风险 像是一般大家认为 病毒最多的医院诊监 事实上并不是最危险的地方 反倒像是电影院还有酒吧 这危险分数非常的高 另外在这波微解封当中 被适度放宽限制的健身房 也被列为是高危险区域 痛快流汗甩开压力 但三级警戒开始之后 民众断裂习惯被迫暂停 在家关了两个月 如今健身房终于回来了 北市未解封运动中心 也将在今天下午两点开馆营业 不过先开放可不代表最安全 供应场所逐步开放 在哪个地方染疫风险比较高 美国德州医学会就列出 各种风险评分一到十 像是去酒吧喝一杯 参加宗教盛会 还有近日为解封的电影院 健身房都被归类在八到九分 高危险区域 甚至竟然比在医院后诊区 看诊都还要危险的多 但医师这样解释 健身房在使用的过程当中 因为算是一个高耗养的一个运动 所以很多人可能在口罩的试戴上 并没办法试戴的非常好 可能会常常露出口鼻 那如果是以诊所来讲 有时候它的层级会放到比较相对低 主要是因为国外的就诊的一个环境 跟台湾是相对不同的 在国外的就诊环境里面 可能很多的诊所 他们是采取预约制 另外就是他们的后诊区 相对也是比较宽敞 三季几天期间民众配合低赌活动 不过采买物资一定要来的大卖场 也被列为中度风险 除了卖场之外 像是到朋友家拜访 室内餐厅用餐 减通法都是属于中度风险活动 而低风险像是餐厅外带 去露营还有猜信件 相对来说都比较安全 从规律来看 人数越多距离越近 或是空间越密闭 感染危险性也就越高 只有到阳明山 山上比较宽广的地方 比较空旷的地方 这至少是比较安心 我都进了不出门 不晓得哪一个会影响到 所以是完全无症状的患者 不晓得 而且现在根本疫苗不够 我们打 疫情回稳 自由度也将渐渐放宽 但相关防疫指引 还是要遵守 不能完全放松警戒 让病毒有机可乘 节夜日熊科病生台北采访报道 治愈封 最后 结果